各位观众好欢迎来到耐特之后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频道主小言爱 今天要来分享一些我平常会使用的赚钱APP 这些APP虽然没办法让你赚大钱 但在平常无聊的时候打开来点一下 就能累积一些点数或者现金 小小的累积不知不觉也能让你多个便当吃啊 在节目开始前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赞或者订阅 让演算法知道我还活着 不想让订阅破万啊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Avriot 这是一个老牌的发票换现金的APP 只要将你的发票存进这个APP后 每天可以用5张发票去兑换现金 现金最低0.1元最高有1元都是随机获得的 但它也有一个智能云的功能 有些人高到赚了好几千啊 也就是只要分享这个APP给人用 它是用你的推荐码进来的 完成验证后推荐人与备分享者都能获得现金100元 但没有加入智能云的最多只能获得300元 那如果你有加入智能云就可以无上限啦 像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加入的 所以我已经拿到最高的300元推荐奖金了 当然如果你是因为我的影片加入的 也可以输入我的推荐码 完成验证后你还是会有100元的奖金哦 第二个要来介绍的是小猪出任务 这也是一个老牌点数收集软件的 以前还有一个类似的APP叫做113 可惜也倒闭了 小猪出任务是一个偶尔会有一些APP下载的任务 只要接收任务后把它指定的APP给下载下来 打开大约3分钟就可以获取点数 这些点数虽然不能直接换成现金 但可以在兑换商城中换取各种游戏点数 超商折扣券等 只是它的APP任务都会有名额限制 有时候是不会跳通知的 所以建议每天没事就打开来看一下 运气好就可以接到任务赚取点数咯 除了APP任务外 里面也有影片任务与投票任务 虽然点数比较少 但是还是能积少成多 在小猪出任务中 除了商城外 里面还有4G的功能 很多卖家会在里面卖LINE的贴图 或是比较便宜的游戏点数 超商城口券与一些市面上比较少出现的虚拟产品等 而且都是可以使用点数据更换的 不用花现金 这是比较赞的地方 那一样这个APP也是有推荐奖励的 只要在注册的时候输入我的推荐码 就可以马上获得200的小猪币 并且你只要完成一项任务与手机验证 又能获得额外的奖励哦 第三个来介绍的是SARIA 这是一个写问卷赚现金的软体 里面不时都会发一些很简单的问卷 让你去做填写 只要完成问卷的填写就可以获得他们的PB 每个问卷给的PB都是好几千再算的 而且只要1万PB就能换等值的1美元 付款方式也是使用被保去做付款的 如果你不会使用被保 后期我会再做一个完整的教学给大家 里面除了基本的问卷外 也有签到抽奖活动 如果你问卷都填完了 也能来投票功能赚取点数 当然点数也是比较少的 但流程极快 毕竟只有两个选项可以给你选 时不时都能获得大量的PB 当然只要在你注册的时候填写我的推荐码 当你问卷填到一定的量 就可以直接获得两千PB哦 第四个要来介绍的是Pumpin 这是一个外表示交友软体 实际内含许多区块链功能的APP 相信我的频道老观众都应该有印象 早期我会介绍一些 关于区块链赚钱的项目 跟软体给大家 而这款Pumpin内部也制入了 积分系统与钱包系统 它的任务系统目前都挺简单的 不外乎就是签到 配对 喜欢 所谓的南瓜币 而这个南瓜币最后是会上架到市场的 也就等于是有价值的 目前能做的就是努力累积这些积分 未来只要以上架到市场 运气好一点 一涨价 就能拿到一笔漂亮的数字 在APP内也有隐私照片的功能 可以让用户去解锁 只要是被解锁 或者被送礼物 跟Superlike的收益 全部都会回归到用户身上 平台方抽成很低 有看过许多网红在里面 靠礼物与Superlike赚了不少的钱 当然在注册的时候输入我的推荐码 只要用户有消费 或者赚取收益 你都能获得额外的收入哦 第五个要来介绍的是 Haha Go 这是一个靠走路来赚取点数的APP 以前在Web3也有一款类似 靠走路就能赚取B的软体 而这款功能也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赚的那就是少少的点数了 APP会连接你的手机健康功能 去计算你每天的步数 这个APP的缺点 就是除了一般的点数外 还要凑钻石 而这个钻石需要一直看广告才能获得 点数能换的东西也比较简单一些 通常都会是超商礼券 或者超商商品跟LINE的点数 但这个APP最大的缺点就是 广告极多非常多 如果你不是很悠闲的人 还是建议不要使用啦 那如果你很悠闲 注册的时候也别忘记输入我的推荐码 有输入的话 你也能马上获得很难得到的钻石哦 最后一个要来介绍的是 我几乎每天都能靠它赚一点回馈的 Shotbag 这款APP相信大家几乎都能看到它的广告吧 最直接最暴力的一款赚取回馈的软体 如果搭配一些有现金回馈的信用卡 更是雙倍赚 但如果你是一个不爱用信用卡的人 这个APP就是你费用不可的乱体啦 在各种你常看得到的 又或者常听得到的平台中 都能赚取回馈 像是淘宝 熊猫 虾皮 PC24 博客来 UberE Agoda Yahoo购物 还有超多平台都有合作 至于为什么我说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回馈呢 因为我三餐几乎都是外送 所以叫外送无知之日常 刚好它也有配合熊猫跟Uber 让我每天都能赚一点回馈回来 毕竟本来就要花钱了 有了它又能多赚一笔 那有些网路谣言还是要来辟谣一下 像是有人说用这个APP之后东西会变贵 这种事情是完全没有的啊 直接去比价就会知道了 而且它每次回馈的都是货真价值的新台币 领取方式也能直接从你常用的银行 去领取 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过的 注册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嘛 假如你累积完成500元的订单 你就能直接获得200元的现金回馈哦 以上六款就是我目前每天会打开来使用的赚钱APP啦 近期也会回归一些APP软体游戏的介绍 又稍微那么有一点时间可以来认真做影片了 要开始努力充订阅啦 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再订阅按赞分享 并开小铃铛 以上的朋友记得帮我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影片的动力 感谢大家 拜拜